2018年11月 55岁的蓝姐英被访友发现在家中去世 且发现时已然去世多时 年轻时她是仍然羡慕的大明星 落魄时她是无人问津的小喽啰 去世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身旁守候 好在娱乐圈中还有忠情忠义之人 好友古天乐联合香港演艺协会成员为她处理后事 送走她这最后一场 早在1998年蓝姐英驾车发生车祸 她的大脑神经受损 由于过量服用药物 她的意识和行为变得一场古怪 还常常神志不清 事业也遭遇了滑铁卢物 她的情绪十分不稳定 几度自杀未遂被送入了精神病院 被媒体拍到总是疯疯癫癫的 无戏可怕的她 断了收入来源 还被银行工作人员骗去了所有积蓄 走投无路的她 只好申请破产 靠着救济机勉强维持升级 好友刘德怀实在看不下去 接济了她十万余员 更可悲的是 她被爆出遭两位娱乐圈大佬行亲 而且碍于对方的地位并没有选择报警 自己一人独自承受 此时在兰杰英心中买下了阴影 她觉得自己不再纯洁 被人玷污了 于是她买了十个刀片自残 好在都被人救下了 精神上遭受几大打击 从一代女神沦为娱乐圈的笑柄 红颜薄命也许正是形容她 上天给予了她美貌 却没有给予她幸福人生 希望她在另一个世界能过得自在 1963年兰杰英出生在香港的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重男轻女 兰杰英从小就被抛弃 和母亲相依为命 后来母亲带着兰杰英改嫁 继父脾气火爆常常谩骂她 高中毕业后她没有继续学业 选择外出打工养活自己 她尝试过很多工作 但都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位 1982年机缘巧合下 兰杰英陪朋友报考无线电视员 结果朋友临时后悔 幸运的是兰杰英顺利考上 和吴君如刘嘉玲成为同学 进入培训班第二年 她和周星驰搭档主持节目 开启了娱乐圈生涯 最后胜利签约TVB 无线的工资不高 所以兰杰英的日子过得很拮据 但她没有因此放弃 由于外表太过突出 且当时无线缺少年轻演员 她成为了无线力捧的对象 各大综艺活动场合 都留下她靓丽的身影 毕业后直接挑大两眼女主 之后凭借着和梁超伟合作的 《家有娇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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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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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